大家好,到了三月份之后呢 又到了这个吊栏翻盆换土的一个最佳时期 我这盆吊栏呢,整个冬天呢都是路养的 它的这些叶片呢,已经被冻得七零八落 不过春天来了之后呢 它的这些新叶已经冒得非常快了 那么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赶紧回家看一下你家的吊栏 如果发现它出现了这种状况 那么就赶紧给它翻盆换土了 那就是它的这些根系 已经完全长到这个花盆的外边来了 那就是它盆土里面的养分呢 已经不足了 它的根系会长到外面来去找养分 去吸养分 就会出现这种根系长满花盆之外的这种现象 一定要注意给它翻盆换土 大家看它的根系呢 已经是完全的扎到了外面 已经是出现了厚厚的一层这个根系 那么现在呢就可以给它翻盆换土了 现在翻盆换土之前呢 我们先把它这些叶片呢清理一下 这些老旧的叶片非常多 我们把它们都摘一下 让这一盆吊栏清装换盆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盆吊栏呢 已经把它所在的这个花盆里面的土壤完全吃干净了 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土壤了 就剩它的根系了 现在给它翻盆换土呢是最合适的 好给它准备了一个更大一号的花盆 给它用这种大花盆栽种的话 它就能够再一次获得这个生长的空间 现在就在这个花盆里面给它加上这个底肥 吊栏它的生长呢还是需要一定的养分的 我们要在它花盆里面给它加上一些这个干养分 干养分呢是一个农家肥 它的肥效释放比较缓和 而且呢对这个盆土呢也是比较有用的 能够让这个盆土呢处于一种更疏松的状态 给它加上一些养分之后呢 再给它填上一些土壤就可以给它上盆了 这盆吊栏呢现在已经顺利的给它更换了一个大一号的花盆 那么它之后呢就有足够的空间去生长了 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盆外根的这种现象了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好本期视频